当我把鹅巴族夫和一个潘多拉放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呢 没错 他们会变身成美食生鹅巴手了 今天我就来来挑战逃离他 小伙伴们觉得那条能成功的扣一 不能成功的扣二 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扣二啊 丑二条件刚把我关起来 今天不把一事打出来 算你拉得干净 哈哈哈哈 切 舍了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我抓的可是过山车 而你确实途步 这你要是能追上我 我就吃奥里给 是吗 我去 你怎么能用充电炮 我也是玩家 当然可以使用道具啊 可恶 我大意了 哈哈 老条 快抄你给吧 听错了 我刚刚说的是奥里奥 同位欠我有如此 浩颜无情 刚刚只是我大意了 这次我拿上萝卜刀和道具防守 抄的你不是简简单单吗 开局先用水盾和云团阻拦小辣 后面在路上有一个投石器 在上面放置两个感压板 然后再中一个边境喷沽 阻拦小辣的摄影 竟然可以带来提高 陷阱成功的几率 你太傻了吧 我有冲天炮 你的水就根本没有用 而我云团一碰就碎 就质疑想阻碍我 怎么突然起雾了 我去 这就像阻碍要赶 完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可恶 抽号条 你竟然设置陷阱坑我 嘿嘿 小辣 这回看你怎么追上我 哼 你的过山车快 能夸得过我的冲天炮吗 看我弄到超车 直接绕到你前面去 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我去 还有车 舌老 你不讲武德 这是你逼我的 给我死吧 想抓我 没门 看我在前面放满足球箱子 就算你有枪也打不来 这回看你怎么办 行 想靠足球阻碍我 没用 只要放一个物理清除烟花 我就能轻松消除 可恶 大意了 看来得拿出我的压下你的东西了 看我在前面放满岩浆 你该如何应对 我去 岩浆烫烫 臭辣条 你竟敢用岩浆烫我 你完了 今天就算是因素 也留不住你 我说呢 看我的火箭袋 我去 火箭袋 这有挂怎么玩的 行了 别炸了 别炸了 这个是我心心忽忽间的跑道啊 我认输还不行吗 现在认输已经晚了 今天不把你炸口袋 我就不凶了 你已经死了 你已经死了 你 怎么样 辣条 服不服啊 服个屁 之前 只是我没用对道具 再来一次 我肯定能成功逃离你 辣条放弃吧 就算来个一百次 你结局都是死路一条 那可不一定 这是开局 利用云团拦路 又是云团 辣条 你不过是已经放下挣扎了吧 好事还在后头呢 看我放岩浆制裁你 行 小小岩浆也想制裁我 只要我一直吃面条 加血飞过去不就好啊 杀 啊 前面怎么有 黑凝江坏栏路啊 当然是有岩浆和水龙壳 可以无限生存 黑凝江坏了 错误 没想到还有这一张 高高 又回到起点了 嘿嘿 小岩 拜拜咯 我在终点得你 星星 我来了 想吃星星 做梦 我去 小岩 你怎么在终点 当然是一高冲天跑 直接飞过来了呀 臭沙拉 你耍赖 不走赛道 有规则说一定要走赛道吗 可恶 还有机会 只要捡到星星 我就能赢 想捡星星没闻 看我火箭的轰炸 臭沙拉 给我死吧 反了你了 哼 胜利太简单了 诶 我怎么输啊 因为我捡到星星了呀 不可能 我炸了这么久 你就算没有变成灰 一口蛋了呀 你肯定是开挂了吧 我才没有 我只是带着星星花冠 才可以割到生命伤害 所以我到了没够到了 不是吧 你竟然还有这样的道具 我答应了呀 姐姐 我说我 我带你 诶 我发 我发 诶 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